目录,我上次有跟各位讲过 里面的话大概就是第一类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练习的 CSV、XML、Json的读取写入 还有SQLite 那第二类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网页的截取转换 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这一些相关的 我帮他Request,You are a Lab 然后什么呢?Beautiful Shook 跟Seleneal Seleneal其实后面再讲 因为我觉得今天大概先不要再涉水太深了 不然再升下去可能我怕有些同学会招架不住 因为其实说真的,这个领域的东西太多可以玩的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还是先量力而为之外 还有就是尽量还是要有一些乐趣 就是说你学习,你不要一直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 像有些人越写越开心 怎么样?面露出是微笑的 但有些照文人是越写,那个脸越沉 然后整个表情就僵在那边了 所以导师我觉得吧,就是学习这方面 还是要尽量做一些些的调试 否则的话呢,你最后就陷入到就是 你就是学一堆工具,但是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然后就是说人家叫你做你就做 人家不叫你做你也不会想做 因为实在你只是为了工作,为了赚钱 那你其实基本上不是那么真正喜欢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到底就没办法走得长久了 OK 好,那所以第一类的部分跟第二类 这个是我们最近进阶从上次礼拜五吧 礼拜五、礼拜二、礼拜五、礼拜二 大概就才开始讲这个CSV 所以请各位开启第一类的部分 然后试着做做看 好,那我跟各位讲一下那个到底要 第一个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题目 那这个题目也蛮容易,101题 其实他就是要叫我们做什么 把Jason变成CSV OK,把Jason,有没有,有印象吗 Jason党变成CSV 我没有讲过吧 OK,Jason转CSV 那怎么样把它转去那个 这个这个CSV 其实到底很简单嘛 就是KeyValue 你就把Value拿出来 然后前面就是再加上它的这个栏位名称 因为前面Key指的就是栏位名称了 那只是说要怎么读取 怎么样输出 OK 那请各位呢 第一个就是稍微了解一下101题 然后再来的话呢 它需要的档案 我跟各位讲一下 也是在这一个Python3的截取分析 只是说因为我本来是想说直接把它要给的那个档案名称 档案名称叫什么 它给我们的档案名称就是叫 底下有一个杰森档案的一个档案 这就是 哪个档 它是叫 这个啦 这个档在哪里啊 在这里啊 因为它没有办法存成点J 那个JA Jetson Jetson 所以这个档机各位按右键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呢 请各位自行再把它重新命名 因为它存这个档会有问题 所以我就把这个档 这个read点Jetson 然后把这个档案重新命名一下 把它在下载这边点一下 然后重新命名一下 把它贴上 叫read.jetson OK 那接下来按右键 因为我们之前有装过那个 Nordepay++ 这里面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Jetson档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里面外面一定是一个串列 有没有 一个中瓜胡 那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大瓜胡 那大瓜胡投在这里 尾巴在哪里 尾巴在下面 不过这个应该不是我们要 它要我们把这个资料怎么样 转换成CSV 那你会发现哦 它输出的结果 档案名称要叫什么 叫write.csv 就是这个write.csv 然后呢 你会发现它开头 叫什么 第二次特展 所以要怎么样刚好 可以把它切割 并且存成CSV 那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把那个档案先下载 那档案我一样是放在根屋底下 这个叫read.read.101 你把它下载之后 再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下载 然后我是把它放在这个档 那名称就是叫做read.json ok 所以这一题 其实除了用我们之前讲的之外 还会用到一个 就是外部的一个模组 就是json ok 因为你要把它漏进来的话 变成说你需要一个json漏 那这个json漏的话 就是变成你把它漏进来的时候 我把这个结果给print 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 它漏进来的话一定是一个串列 那如果我把这个串列里面的第一个 或者第0个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结果 所以特别说json漏 把这个f物件丢给json漏 所以多会多一个json漏 这一个套件方法 那你会发现 它漏进来的话 假设我们要的是 第0笔 我看第0笔 直接执行一下 第0笔就是什么 你会发现就是title 里面是放 所以你会发现它按照顺序 前面的version就是它的 可能它的版本 然后它什么uidtitle等等这些东西 有没有 那其中的话有很多个栏位 那可是呢 它我们并不是 题目里面并不是要我们全部的栏位 而是说我们是需要哪些栏位 它这边有讲就是title这个 然后show这个什么unit 1 2 3 4 总共其实只需要四个栏位 然后并且把它输出 所以我们key的部分就是这四个 value的话就是它后面的东西 所以特别说不是全部 我们只是说呢 要抓到它的其中的四个栏位就可以 那这四个栏位你可以看到 假设读进来的话 它里面有没有 第一个 第一个在title title在哪里 title在这里 所以也就是抓这个 那它应该是里面的第几栏呢 0 1 2 所以它的位置是2的位置 所以也许你可以算 算它的位置 然后底下 反正一之类推 你就往下找 有没有 它这边还有很多 它还有需要用到哪一些 start date 跟end date 然后show unit 所以你就分别 或者你也可以按照它的key 去抓它的栏 像show unit 这个有没有 是应该什么 应该参展单位吧 所以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我们有概念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其实你可以 再把里面东西 要不就是把里面东西 分别把它抓出来 那抓的方法 前面有没有show 不过这一题其实有 有一点点比较刁砖一点点 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这一个 串列里面的keys 可以把它全部抓回来 或者它的values values就是抓后面东西 然后呢分别把资料给抓过来 不过其实我们只要四个栏位 那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再把 这一些资料 把它分别print出去 就ok了 所以请各位也许 稍微再了解一下这个题目 待会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节目给做出来 其实里面会用到 import json跟csv 那当然了 因为这一题 可能 有些部分 假设你不太熟悉的话 我又把那个 最后的参考答案一样 会放在云端 所以第一类 到第四类 的相关的答案 都在这里 也许可以再来参考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 把enjson load load到这个 这个data里面 你会把enjson load 因为它里面 外面其实就是一个串列 有没有 所以你漏进来的东西 刚刚把它print 你会发现 这个print 你可以稍微print 里面的东西 print了什么呢 print了这个的type 那type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它一定是什么 外面是包一个什么呢 包一个那个 就是list 所以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把它type出来的话 它应该会出现跟你讲说 它是一个list 为什么 因为它外面是一个装瓜糊 那如果你在抓里面的东西 里面的这个大瓜糊 位置在这里 然后后面下一笔的话 应该是在哪一个地方 这个 比如说大瓜糊 不太好找 再下一个 下一个什么 下一个version 下一个version 我看一下 因为它这个没有 显示出来的话 表示我们给的那个 语言不对 所以如果语言对的话 他应该就是 他应该会帮我做 寻找才对 没出现 没关系 如果没出现的话 那等于是说 它的下一个 我们就 先用fine一下 寻找下一个 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它的什么 一笔 就是从这边是一个 大瓜糊 到下一个的大瓜糊结束 这个就是一笔资料 那里面当然有很多的 有version 有什么title 所以title是我要后面东西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抓什么 title里面的东西 还要抓什么 还有他要抓 end date end time 然后还有什么 end time 然后show unique 这个也要 还有一个start time 所以你当然 可是问题 他不是要叫你有眼睛看 他是说你帮我把这个对照的关系 找到之后的话 然后透过什么 透过程式帮我找的话 那我怎么找 首先很简单 最后输出成一个csb 最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 当然刚刚type 这个一定是list 没错 再来如果里面的东西 比如说刚刚找的第一笔资料 就是中瓜糊林 如果中瓜糊林的东西 那刚刚有找外面是大瓜糊 所以如果type的话 应该就dict 就字典 有没有 字典没错 也就是它里面的每一个都是字典 那如果说我要把里面东西 逐一抓出来的话 那比如说我要抓什么 我要抓第一笔的 有没有中瓜糊林里面的title的话 那实际上我就有没有title 我要抓后面东西的话 那其实叙述的方法就可以写的这样 第零笔的title 帮我抓出来 所以执行的话你会发现 它就会输出什么 第二特展示 是不是第二特展示 对 第二特展示这里面东西 所以有没有 可以透过那个名称 把我们资料抓出来 那它只要抓四个栏位 并且写出去的话 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 其实用那个之前fw等于open write.csvw 它是要我们输出成utl8 不过utl8如果用那个 就是我们的那个 也是有开定的run 然后另外 要特别注意 这边还有import一个csv 这个csv里面一样有个write write的功能 不过它叫writer writer什么呢 把我们现在读取的物件丢给它 让它产生一个什么呢 csv的file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我可以藉由它怎么样 帮我写出去 不过它有个方法叫write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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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写出去一列 这个写法又跟之前的 但是你 不过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不用write 其实应该可以做出我要的结果 那里面的话呢 我就for each 用for each的方法 把那个data先丢到item里面 然后呢 后面再加上中瓜糊 有没有 其实就等同于这种叙述方法 只是说后面 我加上什么 加上中瓜糊 然后 第一个item 第二个item 第三个item 意思类推 总共 因为题目要四个栏位名称 所以我就抓四个 那最后的话它就会帮我一个一个写出去 并且把它写到一个叫write.csv里面 所以知情 那理论 理论应该就已经写出去了 那写出去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如果打开里面资料是有四栏的话 那就是ok的 可是可能我这边用那个properties 里面有一个找到它的目录 因为如果你现在打开 Excel应该是乱码 如果说我不要乱码的话 我可以什么 我可以用那个所谓的 其他的方式去开启 可以用什么 用编辑 用记事本 ok 这里面看到 就是我们要的资料在里面的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edit plus 用这个 ok 把它Ctrl-- 看到结果就是它要的 第一个是title 第二个是什么show unit 第三个是开始时间 第四个是结束时间 再来就是换行 ok 以此类推 这个就是考试它要你做出来的 其实程式不多 但是就是什么 学会如何把Jetson的格式转换成CSV ok 画面再帮给各位一下 ok 试一下 这一题的话 主要 将来 如果你就是要参加这个考试的话 要学会两个东西 一个叫Jetson 一个叫CSV 的模组 分别的话 透过什么 其实 透过那个Jetson的一个Jetson load的方法 然后呢 输出的话呢 你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CSV里面的一个writer的一个方法 然后把fw物件给它 这个跟我们之前学的有点不太一样 那如果你要把它写出去的话 一笔一笔写 因为我们是跑一个围圈 一笔一笔写的话 就是在配合那个什么呢 所谓的write a row 然后并且把你要写出去的东西 一个一个的放 有没有它就写一笔 写一笔 写一笔 一个一笔一笔 帮我把它写出去 ok 所以这个范例 这个题目主要就是 把那个如何把Jetson 转成CSV ok 那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这个考试跟前一个 就是 python程式设计的考试 最大的不一样是 前一个考试 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但是 这个考试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这个考试有标准答案 可是想说标准答案怎么可能 那我每次写都不一样 怎么办 我跟各位讲 它不是考你全部 它是考填空题 也就是它将来 有很多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 我放在云端上面的东西 会有绿色的格子 这绿色格子 将来它要你填答案的地方 也就是说将来是填空题 不是叫你从头到尾写 所以参考答案就在上面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它就是要你把 有没有 我们刚刚做的 Im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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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Import CSV 有没有 然后你可能就是后面这些 都要把答案给填上去 OK 所以就是类似填空题的一个做法 所以考比较 怎么讲 它有好有坏 不过我觉得我考下来的难度 我反而觉得这个还比较简单 因为它等于就是 有点像被答案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考起来 比较没有像前一个考试这么灵活 毕竟就是说它因为都有固定的答案 所以你也没办法变化 所以你只能是去被它给的这个答案 所以其实这也是它比较不足的地方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101的题目稍微了解一下 那之后的话 因为这些题目 一类总共有五题 所以其实题目还蛮多的 那请各位回去 有时间的话 也许先把那个 后面的题目 也许再看102 然后103 Jason出出 104 但我们可能之后时间没那么多 所以我可能会带个 一类可能带个一两题 其他的题目的话 就留给各位回去可以做练习 然后后面也许就是把那个 第1、2类的先讲 因为1、2类就是我们前面之前讲过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第3、4类 第3、4类里面的话 第3类会讲到有关Numpop 跟Pandas 第4类的话就会讲到Mainlab 第4类的一个绘图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回去有时间 也许可以现在预习一下 再来看看 再来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